2019年是台湾地方创生元年 不过早在地方创生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之前 地方创生的概念与想象 就已经在台湾不同的角落萌芽发展 今天我们要将镜头转到有日出故乡之称的泰玛里 泰玛里最南边的多良村 有一间向阳新传木工坊 原本是一间闲置多年的小学 巴巴风在后 透过众人力量催生成了用心刻画木役生命的木工坊 早期以漂流木作为创作素材 提供部落的族人学习木工技艺 并尝试让这里成为结合木役传承 部落文化还有社区产业的梦想基地 而除了多良 金轮更是走在地方创生观念之前 透过两位回到部落的年轻人 在一片荒野蔓草中 从买地盖民宿开始 用共好与永续的想法 改变部落的环境与观念 翻转金轮 让金轮不仅成为南回永续旅行的亮点 也吸引不少国外旅客来台湾就直奔金轮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这一个场域是 它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天使 大家接棒一起来完成的 做出来大部分都不一样 因为如果都一样 我就觉得人家买过去 好像就是不是独一无二 因为我本身就拭目供出来 大部分的产品都应该是得去运手 完全不用一根冰箱 把它存接起来 每个产品它不是用来赚钱的 它是用来传递故事的 我103年回来的 那我自己回来部落也可以服务我的主人 这个是我回向的最大目的 养分其实是被具备好的 所以我就有一种很无惧的感觉 我看到了一件事情是 我把民宿做好 好像让世界看到了这里 我很期待 因为他们来这里打反之后 会知道这里有多少天使 然后成就这个地方 已经入东的太马里多良村 有一间用心刻画沐浴生命的 向阳新船木工坊 还有一堆可以眺望太平洋的天使翅膀 以及全台最美的旧火车站 多良车站 上午8点一过 木工坊开始活络起来 现在是一比一 这是一比一 对 一组的时候是这样 现在把这个挖掉 要放玻璃 这个要切掉的地方 谈起木工坊的故事 得从2009年 摩拉克巴巴风灾 带来的152万吨漂流木说起 成立初期是因为像 那时候巴巴风灾 莫拉克台风 其实太马里的灾区还蛮严重的 他就有一笔捐款要帮忙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想要捐到太马里 知道这里有一个废弃很久的国小 多良国小 他就说我们给他们鱼 不如给他们钓竿 就在这个废弃的国小 成立了木工坊 他希望把就业机会 留在这里 2011年 木工坊成立之后 不只希望这里成为 部落学型一技之长的据点 还希望它成为 构筑社区产业的梦想之地 木工坊的入口意向 正是出自装文艺的设计 还有通往二楼的墙面 跟工作室外的这一片墙 也是由部落的孩子 一起共同创作 几乎全都是小朋友 然后就跟着庄老师 还有北科大学生 然后就一家一家的去拜访 原来每一个人 把自己的构想 想出来之后 我们的社区 居然就已经成型 然后长这个样子 然后就可以有一个地方 然后一起来说社区的故事 正在一起组装活动舞台的 江国光 排湾厨 是这里最资深的师傅 一待就是十年 当时刚成立的时候 这部落 当时有一二十人都在这里工作 可是只有你留下来了 因为可能慢慢慢慢 他们有自己当老板 我的专场就是做一些 周子椅子之类的 还有柜子 比较精致一点的家具 这个的特色就是 完全靠那个等切笋 完全不用一根钉子 把它笋接起来 觉得它非常的牢固 它也是没有靠钉子 它也是完全是靠笋接 后来也是一个 之前的学生设计的 他是看到那个海浪的 那个坡度来设计 摆在阿迪淡文化故事馆的家具 几乎都是出自江国光的手艺 已经被预定的餐厨柜柜 也是他的代表作 特别就是这个门 一般外面很少用这种设计的 这个就是一个木头 眼的木头把它切断切断 拧在上面 这个比较不好做 所以说比较少人做 寄木是木工坊 用漂流木打造出来的 第一件作品 并透过企业的赞助 送到日本的老人宴 第一期的家具 几乎都是用漂流木打造而成 第二期就是 那个漂流木已经用完了 大概五年之后 六年基本上已经用完了 然后林物局 就在继续跟我们合作 就是刚好它要推广国产材 这是变成风格是 林军勇是来自大午乡的 排湾族 加入木工坊团队将近十个月 假如我就是想不出来那个形状 有时候我会跑到 就看一看那个树叶长什么样子 就看一看看 然后就知道 就想象在头脑里面 然后就边做边想 然后它的形状 然后它的波纹 我做出来大部分都不一样 因为如果都一样我就觉得 人家买国旗很像就是 不是独一无二 这边叫查拉维部落 那这边是多梁部落 在更早的时候 因为这一颗大石头 所有的海浪在打这个石头的时候 一样也是发出什么 查拉维的声音 那外地人说我要去哪里 我要去查拉维 我们外面有天使之意的公共艺术 其实第一个就是彰显 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传说 有翅膀的黑蛇 这样的一个在地的排玩组传说 但是我们的翅膀 还有第二个意义是 是很多人来这里帮忙的一个故事 正在为游客解说的庄文艺 是木工坊第一代跟第二代 天使之意的设计者 过去十一年 他跟太太秀美 年年造访多梁跟木工坊 并选在木工坊 经济压力最大的此刻 7月3号 接下这里的经营 他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天使 大家接棒一起来完成的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就中断 事实上 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我们觉得时间差不多 我们应该要承接下这个重任 然后也要把大家的理想 然后赶快加快速度把它实践起来 我们想传达一个价值 然后那个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说每个东西 我们都希望它背后有故事 就之前好像新闻有看到 对就是说其中机有过来 上来看一下这样子 觉得他们精神很好 天使之意固然大道提高了 多梁村营木工坊的能见度 但是多数的游客 只是拍个照打个卡就走了 让中文艺有些许的感伤 其实翅膀它就是很表象的东西 那其实你说全世界只有这里有翅膀 没有其实到处都有这个翅膀 可以拍照的打卡景点 那我想要 我很期待就是他们来这里 打卡之后会知道 这里有多少天使 就听听这里的故事 Michelle 对 你是 我是吴沙恩 因为朋友介绍金轮这个地方 然后她说她每次都会从台北 逃到金轮 然后每次都待一几天这样 从台中特别跑来 泰玛里采点的陈美维 到金轮这一天 正好碰到部落停水 只好跟吴沙恩 在外面做短暂的意见交换 因为我们现在想要做给小朋友 那种有点像是寒暑假或是周末 然后回到像台东啊 这样子的地方去认识 很棒耶 台湾在地的生活 是 因为参加申平第一场 部落的收获季 促成吴沙恩找回部落的旅游 我就是申平第一场 收获季的时候 我真是泪流满面 原来我根本不认识我自己 就那一场才觉得想要回家 提到十年前这里长什么样 其实这以前这边都是荒野满草 也没有这栋建筑物 隧道没有像现在这么美 这么干净 八年前他回到金轮 第一个动作就是买了一块地盖民宿 选择从经营民宿开始 是因为自己有十二年饭店工作经验 不必担心生存问题 2014年 吴沙恩回到金轮之后 跟先生巴萨格拉 两个人从民宿到咖啡馆 到部落实验厨房 一步一步实现计划 那个地方创生 果苗的燃烧 我觉得来自于 就是让世界先看到了金轮 然后才开始有 现在果旅看到了金轮的样貌 最近几年其实也正在讨论 所谓的SDGs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 我们刚好也去衔接上 衔接上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包括用在地的食材 跟小农作物烘焙出来的面包 也是用叶片垫在下面 或者包装 还有游客外带咖啡 不提供一次性的包装 永续旅行杯 我们在客人入住的时候 我们会跟他说 在这一趟的旅行 不管两天三天 就你可以带着这个杯子使用它 所以我们像目前 总共有八家的民宿 都有放置这个杯子 除了提供环保杯之外 还特别设计了海费包 四年前我们的客房 都放了一个这个帆布包 所以我们在客人 在入住的时候会跟他说 这个帆布包就像那个杯子一样 这个帆布包在你这一趟旅行里面 你可以去尽情地使用它 出去进坛了 然后你也不用怕他油跟脏 而且如果说海费太大 它又可以加长加大 所以我们在金轮这边的扰动 也让工部门发现到 这样的方式 或许对地方发展是好的 所以才希望我们的团队 可以到多良的部落厨房 去经营一间餐厅 2016、2018 武萨恩经营的民宿 就得到了全国前25大的民宿排名 2017年开始 他每年都会在部落开客 分享如何开民宿的经验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觉得 这里它会是金针市场 而是它是一个共好的市场 最经典的一件事情是 金轮大桥要开了 当桥盖好了之后 你会不会害怕金轮就此没落 我超级有自信的 因为我跟客人说 这个桥其实盖好 对我们来讲是好的 我们是目的地 你说你来了 虽然我们不是路过的 我一点也不贪心 我喜欢在部落原乡的 那个很自然的风景这样 那我自己回来部落 也可以服务我的主人 这个是我回乡的最大目的 撒根斯经营的文创工作室 就位于自己的家乡 多梁龙部落 邻近部落实验厨房的一个秘境 由他的父亲帮忙打造而成 工作室外面 就是一片无敌的太平洋海景 我是十几年前 就自己开了一间工作室这样 所以我就 因为我本来就是这里的人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常常就是会到 自己的家乡开课 授课这样 就是皮剑啊什么 大家就是因为我在部落里面创作 里面也开咖啡馆 所以他们就是用Google打航都上来 然后我们就增加了一些 外地的游客就会涌入上来 但是我没有像观光火车站那样 就是没有限定的 所以你一定要预约或是询问 如果这个地方能够成为 就是说沐浴传承的一个点 让那些我们南回县的沐浴降师 有一个可以巴表的空间 或者说他们在这里 也可以传递 他们已经拥有的技术 其实台湾很多观光点 它的那个观光效益是 过于浅薄 那我们下一步如果可以做的话 让这个点有更多的文化内涵 那浅薄恩呢 在阿美族也代表勇气跟勇敢的人 他就帮我赐了代表阿美族的八盲星 一颗这样很大的星星 去照亮了部落很多的人 金轮八年的地方创生 让它不只成为南回永续旅行的亮点 也让世界看到了这里 已经走过十一年的向阳星船木工坊 从十一年前的一间废弃小学转身之后 不只提供部落就业机会 也带动多梁车站的发展 让这里变成重要的观光景点 如今也面临下一个挑战 如何转型 做好一件事从来都不简单 就如同地方创生 得付出许多情感和努力耕耘 才能长出独特的面貌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 我是陈婷宇 我们下次再会